近期处于休假状态的吴尊 昨日男的健身香港出席某品牌发布会 一起扫红色西装亮相依旧帅气十足 从家乡文来休假归来 看到镜头的吴尊也是相当兴奋 表示很想念演艺圈的工作 还大方透露自己之后的行程安排 我其实对我是从文来过来的 对可是最近呢 都有在看一些剧本 因为接下来要拍戏了 对啊 我觉得在文来当然也开心啊 因为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啊 对啊 然后朋友也在文来 对啊 然后当然开心是开心 可是我觉得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些 想念就是演艺圈的工作 对啊 近两年随着飞龙海次子纷纷单飞 昔日的兄弟情似乎也是一去不复返 而成员汪东城与闫亚伦不合小企 早已屡屡传出 更有报道指出 两人如今已是有你无我阶段 相互抢广告代言不说 有两人分别指缘的剧集 绝对达脸和给爱丽丝的几记 也是同期创报 百名达脸台 明明知道什么事情 却说不出来 我是疯了 应该在你的心中 到底算什么 告诉我 怎样才可以让你生气变好呢 雷武跟我立在这里 他是来把你带走的 因为我要把你退掉 我们不要跟着跟着好不好 剧集杂的火热 两人以为抢收拾 频频到向宣传活动 不过最终 盐亚伦还是显胜汪东城 拿下收拾冠军 身后盐亚伦的一番豪言壮语 也好似不把大东放在眼里 两人不合也由此预见端倪 我其实没有太 care 比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用心在拍戏 我也不希望大家把focus焦点在这里 我希望大家把focus焦点在 每一个台湾的艺人跟演员 真的都很努力在拍他们自己 想要拍的作品 然而昔日的好兄弟 如今闹出这样的不合问题 无尊贼表现得相当自然 趁在一起难免产生摩擦 看来飞龙海成员真不合之说 是真有其事 我觉得之前也不是不合 我觉得我们团体里面 大家为了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那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有时候四个男生在一起 怎么样也是有一些的小小的吵架 可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除了不合的负面消息 近期汪东城 盐耳伦曾经被指一次阵容 而早两天大东现身香港宣传时 也默认盐耳伦整容一事 还引起双方粉丝激战 两人的关系也由此再度恶化 被记者追问盐耳伦整容事件 无尊的回答依旧毫不含糊 看他们这么久了 然后很近距离地看他们 所以都会觉得说 他们其实跟之前有变 可是我觉得没有变到 像大家觉得说是整容 还是什么这样子的状况 对啊 那我觉得变好看是好事 对啊 话语涓 吴曾伦似乎默认好友整容一事 不过就整容本身而言 依旧专注工作的吴曾 则显得并不那么认同 产严勤奋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看来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因为整容这种东西都是看个人 对啊 那有些人他是觉得样貌很重要 他们想要好看一点 他们去整形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整形 对啊 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你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努力去工作 对啊 像他们讲他们整形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 我不会去看这种东西 我会去看他们的努力 对